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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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呢 開始來繼續討論這個第21章 有關這個電化學的部分 那上一次呢 我們今天稍微把這個 氧化還原的這個 利用半反應的方法來平衡 這個一個氧化還原的反應 有介紹過 那事實上這個我們在上一集 就已經有討論過了 那另外也介紹一下這個電池 它的一個就是這些電化學電池 這個Electrochemical的這個Sale 或者叫這個Voltaic Sale 那 就一個介紹 然後呢 它怎麼去用簡單的這個圖示呢 或者怎麼去寫 那基本上就是由左到右呢 就是從這個氧化 變這個還原這樣來寫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又牽涉一刀 這個跟能量 跟自由能量比較有關係 還有跟平衡常數有關係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呢 這些這個Sale它的運作呢 就是這些電池呢 是怎麼可以運作 然後 它的這個Voltage呢 就是它的電壓呢 跟它這個自由能呢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這個我們這個 看一個電池能不能運作呢 當然就是看它 當然有一個指標嘛 就是說它有沒有一個電壓 我們說這個Voltage 那這個简寫當然是V啦 然後它有另外的名詞 叫做這個 或者叫Cell Potential 然後或者又叫這個Electromotive的一個 False 這個简寫叫EMF 所以你可能有 或許有看過這樣的一個符號 那這個中文呢 你可能聽過的話叫做電動式 這個電就是電力的電 然後動就運動了那個動 然後式呢 就是趨勢的式 基本上它就是 這個Cell Potential 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力量 然後這個電池可以運作 那事實上它就是促使這個電子可以流動 好 那我們上次有講到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Potential呢 這個Cell Potential呢 要大於0呢 這個電子才會運作 才是一個spontaneous 就是一個自發的一個反應 就讓這個水由高處往低處來流 這樣的一個 同樣的一個意義 所以呢 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電動式呢 這個Cell Potential呢 要大於0 E要大於0 它才會運作 然後它的單位就是用V VV 那一個VV 那一個VV呢 就是一焦二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庫輪呢 電量呢 然後它可以 產生一焦二的功 那叫做一個福特 這個 那這個 這庫輪呢 當然就是電量嘛 所以像一個電子呢 它是1.6乘以10-19四方庫輪 所以它是電 這個 電量一個單位 那 那 那這個 或者呢 書上它是用Charge 這個 Charge當然有時候又翻成電 好 不過基本上這個 就看你在什麼地方 像我們這邊講這個Charge 基本上就講的是這個電量的部分 好 那這個 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呢 這個 一個Sell Potential呢 大於0的時候是Spontaneous 那如果是 當然這小於0呢 就是Non-Spontaneous 那如果是等於0呢 那就是平衡 這跟我們前面在講這個 熱力學的時候呢 有些類似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DataG呢 如果是小於0 是Spontaneous 那如果大於0呢 就Non-Spontaneous 那等於就是平衡 所以這個 這個類似的這個意義 當然在符號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 在這邊呢 這個Sell Potential要大於0 它是一個Spontaneous 一個Process 好 那這個 在這個 講這個 這個Sell Potential 跟Free Energy的關係之前 我們先來 看一下一個Sell 就是你組成一個Sell 一個電池 然後電壓怎麼去計算 然後比如說 你這兩個把它 新 這個 新跟銅呢 我們就新銅電池 那它的Sell 組成Sell 它這個Potential呢 要怎麼去算 那 這邊呢 我們就要介紹一個 所謂的Standard的這個 的這個Sell Potential 就標準的 電位 所以這個 一千射到標準的這個 這個 右上角通常會多一個圈圈 那這個 當然在這邊 我們在前面講這個 標準狀態呢 就是如果氣體就1大7 容易 濃度就1m 那一樣呢 在這邊講這個 Standard Cell Potential 它也是 如果是氣體就是1大7 然後如果是這個 容易呢 就是一個m 那因為大部分的 絕大部分都是在 容易 所以基本上 你就 就想說 它就是在1m的 一個 標準狀態底下 那這個就是 在這種情況底下 它的這個Sell Potential 就是所謂的 標準的這個Sell的 一個Potential 那 一般呢 這個我們都知道呢 這個電化學 基本上就是氧化還原反應嘛 那你這個Sell的組成呢 一定有 兩個半反應嘛 一個是還原 一個是氧化 那兩個半反應 組合起來 造成一個 全反應 那這個Sell才會運作嘛 那所以呢 我們在計算這個Sell 就是你把兩個 這個半反應 組合起來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整個Sell的 Sell Potential的時候呢 你當然就要知道 每一個半反應的 它的 這個 Potential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會定義 這一個標準的 對每一個半反應呢 都有一個標準的這個 電位 一個 電位差 所以呢 這個 呃 所以呢 這個對一個 呃 半反應來講呢 你都會看到 這樣一個 呃 通常這個會這樣子寫 如果是 標準的 它如果下角再多一個Sell 就表示這電池的 那沒寫的話 當然這個可能就是 呃 就有時候看它怎麼寫 就是 呃 是半反應的 比如說這個 銅 這個還原 然後它的半反應呢 標準電位呢 是 呃 0.34 所以這指呢 就是這個 銅呢 還原 二架桶還原 變成 銅金屬的一個 標準的還原 電位 那一樣呢 如果是 是個銅 它變成 它變成 呃 負了 0.76V 這是它標準的還原電位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我們在講每一個 現在對每一個半反應的 電位呢 標準電位 基本上我們現在 所指的都是標準的還原電位 注意喔 就是說你以後 就是說 可能早期的還會寫氧化電位 但是現在的書呢 都統一 就變成標準的還原電位 所以你看到它這個寫成 一零啊 通常是指的是 這個標準的這個還原電位 除非它有特別著名 然後 那大部分呢 這個給的標準還原電位 通常都是在 室溫喔 大概25度C 或298K 所以你看這個 這兩個的標準還原電位 分別是這樣 那 上面銅呢 是0.34 然後底下這個新呢 是負了0.79 所以這邊你大概 就可以看到有點差異喔 上面是正 下面是負 所以上面正呢 表示呢 我們剛剛說你這個1如果大一點 它是 屬於一個spontaneous 意思就是說 這桶比較容易被還原 那新呢 它就不容易被還原 所以那 這個標準的還原電位 是負了0.76 好那如果說 我們把這個 這兩個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sale 變成一個電池 那這裡呢 這個組合起來呢 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銅的比較容易還原嘛 這比較容易氧化 這比較容易氧化 所以這個鑫呢 應該就是在這個 anone 就是 陽極的部分 它會這個氧化嘛 所以呢 我們如果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陰極呢 基本上還是這個 銅嘛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陽極呢 就變成鑫 所以在鑫這邊呢 就變成是氧化 那這裡呢 這個 為了 不讓各位搞混了 所以我們這邊 也不給多一個 不要再給一個新的符號 所以我們直接就把這個負的 這樣可能比較不會搞混 我就把那個代負號 就是把那個 把它反過來嘛 就給它一個負號 免得到時候又有氧化又還原 你又搞不清楚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10呢 都是還原電位 標準的還原電位 所以這個兩個把它 你如果這個 根據這個 方程式這個黑濕定律 黑濕濕它就加起來嘛 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呢 它這個Sale的 這標準的這個Sale這個電位呢 就變成這兩個 這個加起來嘛 就這兩個加起來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就會變成是 1.10嘛 對不對 那這1.10怎麼來 是 這個加這個嘛 這個 就像我們在 算這個反應這 它也是反應會加 可以加成起來 對不對 那 這邊呢 我們稍微 給它一個註記 所以呢 比如說這個10 我們說的是Cathol的 這是 音極的 那 那這是陽極的 所以呢 這個 以後呢 你就算這個呢 就很容易喔 它的 這個Sale的這個 對每一個Sale來講呢 它的 這個Sale的 這個Potential呢 就等於 這個音極的呢 標準電位 標準電位 減掉陽極的標準電位 那這裡的標準電位呢 就是指的是它的還原電位 這個就是 所以呢 我們就得到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以後給你兩個半反應呢 那要你去算說它如果組成電池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電位是多少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事實上它就是從這邊 呃 導出來的 齁 然後你只要 不要把這個10呢 搞混呢 基本上算出來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 呃 就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那這個 呃 所以這是這個電池的標準電位 的一個算法 就 音極的標準電位 減掉陽極的標準電位 那我這裡所謂的標準電位 是標準的還原電位 因為有時候呢 大家現在已經習慣 不見得它要多加一個還原 它就直接講一個標準電位 那你就要知道它指的是這個還原電位 好 那再來呢 這個 那每一個半反應呢 它的這個標準電位怎麼來的齁 基本上市長它是有一個比較來的齁 它這個 呃 它並不是 呃 絕對的 它還是有一個reference 有一個這個 這個標準的一個比較的一個電位 有一個 呃 這叫做 這個 標準的這個 這個 這叫什麼 呃 reference的一個這個 Electron齁 這個標準的指示電極嗎 這個標準的指示電極齁 一種我覺得這樣子翻齁 一般我們會用氫電極 所以這個...這個地方呢 呃 呃 用H vale 所以叫做這個Stand Hydrogen Electron 標準的氫電極 那這個簡稱叫SHE 所以你看到SHE就知道是標準的氫電極 不是電視上那個新聞常看到的 所以這個 它的這個標準的這個氫電極是怎麼樣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這個氫 然後它是1A 然後這個加一個電子 然後變成這個H2 然後在這裡也是1大7 那這一個它的這個 這個電位就把它當成0 所以其他都跟它比 所以這個當成revens 所以它電位0 其他都跟它比 然後就 比出來的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標準的這個電位 所以這個怎麼比呢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剛剛拿這個 這個心這個例子好了 所以呢 心呢 比如說我們這個心如果不知道的時候呢 那你就是這個兩個把它組合起來嘛 那它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要定這個 這個 還原電位 標準還原電位 所以呢 你就是把這個 這個呢 反正這個是0嘛 所以你 反正左右相反一樣還是0 然後兩個結合起來呢 然後去量 就是說你真的這個電壓 就是說我們去量看它是多少 量到了呢 因為我們這個revens是0嘛 量到就基本上就是這個 所以比如說這樣一量呢 就變成 因為我們要 變成這個 你要看還原電位嘛 所以你 就是把這個 氫呢 當成這個陽極 然後這個換 當成陰極 陰極它是還原嘛 然後呢 量了以後呢 那當然你從這邊 這個式子呢 因為量到這個sale 比如說它這樣一量呢 就得到是 這個-0.76V 量到是sale -0.76V 那因為你的 因極呢 就是你要求的嘛 那你的陽極是 那個氫 那個標準 氫電極嘛 所以呢 這邊是0 所以你量到-0.76V 所以代表你的這個 那個 這個氫呢 的還原電位就是-0.76V 那你現在如果是 換成是銅 那你量到可能 就變成0.34V 所以你這樣 這個銅的 還原電位 標準電位呢 就是-0.34V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我們這個 標準的電位呢 都是跟這個 這個sale來 比較的 所以因為它把它當成0 好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這個 我們這個 算這個 sale的一個potential的時候 還有這個 半 每一個 這個 反應的這個標準電位的時候呢 的一個 計算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 這樣一看呢 就有一個比較 就好像 我們如果把這個 氫呢 當成0 對不對 然後呢 剛剛這邊呢 這個銅呢 它是0.34V嘛 那新的標準電位是-0.76V 所以你就會看到呢 這個 銅離子呢 它是比較容易 還原嘛 因為它是正的嘛 所以它是比較強的這個 氧化劑 因為它本身容易還原 代表它比較容易還原 意思就是容易氧化其他的這個 species 那 這個 這個 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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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不喜歡這個還原嘛 然後如果標準電位都是正的 就是這些離子都是比較強的這個氧化劑 我們等下這個通訊片會有錶給你看 那其實另外再從這個式子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最後這個比如說這個新銅這個電池來看 所以你看這個銅 我剛剛說他是比較強的氧化劑 這個銅離子 那這是比較強的這個還原劑 所以你看兩邊都是比較強的 強氧化劑、強還原劑都在左邊 那右邊都是比較弱的氧化劑 比較弱的還原劑 所以他反應當然就往右邊走 所以你看他的cell potential就是正的 是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 那另外這個地方 這個跟我們在講這個共二酸鹼 對有一點類似的一個味道在 所以這邊如果是強的 像這個新金屬他是強的這個還原劑 因為他容易氧化 所以他得到這個新的這個二架這個離子 就變成是一個比較弱的這個氧化劑 所以說我還原的話他變成就變成氧化嘛 所以這個是比較強還原劑就變成比較弱的氧化劑 那這是比較強的氧化劑 這個銅這個金屬就變成比較弱的還原劑 所以也有類似這個共二酸鹼對的一個味道在 所以你如果是強的氧化劑 你變成了這個就變成弱的還原劑 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大概 我們在計算這個Sale%大概是這樣 所以之後你就遇到一些計算 比如說給你一些這個半反應 要你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Sale的時候 要算他的這個Sale potential怎麼算呢 記得就是用這一個式子 然後呢 這個這邊這個電壓 這個標準電位呢 就是還原電位 當然你如果很不習慣 去計這個式子 你要用這樣的方式也可以 因為它就是左右相反 你的計的那個數字就變成多一個負號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 只是說就不要搞混就是了 好 所以這個是有關的這個 我們這個電位 Sale potential的一個計算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這個這樣一個Sale對不對 然後這個Sale potential呢 有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電位差以後呢 它對這個 就是說跟Free Energy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呢 你這個有Sale potential 它就 就是 如果是大雲 它是一個自發反應嘛 自發反應的意思就是 它會放出一些自由能嘛 因為它DLG就會小於0 然後它就可以對外界來做工 所以我們的電能 就可以轉換成其他能量做工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 我們前面呢 在介紹DLG的時候呢 它不是說它是 你可以做工的最大量對不對 這個DLG呢 所以DLG如果是小於0呢 你就是可以做 理論上你可以用這麼多 就可以做這麼多的能量的工 那如果大於0當然就是你最少要給它這麼 這個 這麼少的 最少要給它這麼多能量呢 它才有辦法這個 這個process才有辦法進行 好 那這個 DLG呢 又跟我們這個 負的這個Sale potential呢 我有點 正比的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 DLG小於0它是自發 所以 那1呢 這個Sale potential要大於0 才會是自發嘛 所以就差一個負號 然後呢 這個工呢 就是我們這個 這些電池呢 它做工是怎麼樣 就是通常就是你這個電量嘛 就等於這個 這邊這個Q嘛 它乘上這個Potential 那Q呢 是指的是 Charge 是這個 電量不是那個 那個Heat 這邊這個Q特別強調一下 所以呢 這個等於說你這個 給它這個 電量來乘上這個Sale potential呢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 放出的這個能量 就是產生的電能 那這裡呢 我們這個Sale potential呢 它這個 它是用福特嘛 所以它單位是每庫倫多少焦額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電量呢 基本上它的單位是庫倫嘛 所以 你看這個單位乘出完 你得到就是一個焦額 就是一個能量的一個單位 好 那這個 這個電量呢 這個Charge的多寡呢 跟什麼有關 當然跟你的電子的數目有關嘛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 這個 主要的這個電量的這個的來源 都是電子的這個移動嘛 所以跟你電子的數目有關 所以我們這個電子的數目呢 這個有關嘛 好 所以我們就給它 比如說 N是mol數的話 那通常這邊會給一個常數啦 比如說一個 Constant嘛 應該就是說它1mol的電量有多少 這邊可以當成是 一個mol的電子 這個電量是多少 然後再乘上這個 我這個Sale的potential嘛 這樣就是它的 可以做的功嘛 因為這個 mol數乘上它1mol的電量 就是你全部嘛 就是你這個反應裡面 總共有多少電量 然後再乘上這個Sale Potential 就是它產生的電能 那這個呢 這常數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法拉第常數嘛 那這個 這是多少呢 這個 Ferode constant呢 你看 所以它等於是1mol的電子呢 大概就是96485酷的 那因為我們這個 一個電子是1.6乘以10的-19次方嘛 那你把它乘上6.02乘以10的23次方 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那當然 以前你可能 學到是96500 這個差不多 就是一個常數 所以這個mol的這個電子的電量是這麼多 所以你就乘上它的mol數呢 然後再乘上這個 它的Sale Potential 那這樣產生的呢 就是電能 那這電能呢 跟這個自由能一樣 它就是可以拿來用 所以這邊這個data g呢 就等於負的 我應該要插一個負號 因為這個我們的Sale Potential要正的嘛 它才會是spontaneous 自發性的反應嘛 所以它要產生這個電能 所以等於說給它一個負號 代表就是它產生的這個電能 所以呢 這個就mol數乘上這個 這個Ferode constant 然後再乘上你的Sale Potential 那如果當然這個一樣呢 在標準狀態底下呢 這個data g0呢 就等於負的 這個 這個 mol數乘上Ferode constant 還有這個標準的這個Sale Potential 那這邊如果 再詳細一點就加一個Sale 比較不會搞混 好 所以這是這個 我們在算這個 這個data g呢 跟這個電能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 那 再來呢 我們從這個關係呢 你就會在想到我們在之前有 談到這個東西 這個 標準的這個Free Energy 又跟這個我們的Equivion constant 這個有關係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們平常數是不是跟這個標準的這個自由能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那這裡呢 它又等於負的 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不是可以讓它一樣 就變成Full的 那 我的 這Sale Potential呢 就可以變成 就可以變成這個 RT呢 然後over 這個NF 然後取一個 這個Equivion constant的自然對數嘛 那 通常呢 這個 我們這個 在算Sale 在 決定在量這個Sale Potential 或者在算的時候 通常都會在室溫 就298K左右呢 所以通常又會把這個 把它 把它乘進去 然後 這個 這R是一個Gas constant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乘開 展開 然後大家又喜歡把這個National Log 改成用死為底數的這個Log 所以呢 這樣算一算呢 就會變成 呃 所以 所以呢 如果在這個298K的時候 就室溫的時候呢 你把它帶進去算呢 你就得到呢 它等於 0.0592 然後 再乘上這個LogK 所以這個 通常會看到 那會把它簡化到這種 這樣一個式子 所以呢 這邊你就看到我們這個平衡常數 這個 這個氧化環圓反應他也有一個平衡常數嘛 他這個平衡常數呢 跟 我的這個Sale Potential 標準的 這個Standard的Sale Potential的關係 還有那個 我們的標準的這個Δ Republican 也有關係 所以這裡就變成說 如果給你一個平衡常數 那就可以去算出那個sale potential是多少 標準的sale potential是多少 然後給你一個這個 這個 標準的sale potential 你也可以去算平衡常數 或者是這個標準的這個data g 好 那 再來呢 繼續我們還可以再繼續 去打到其他關係 所以呢 還記得我們這個 我們在上一張有學到這個 data g等於這個data g 然後加上這個rt的這個nature log這個q q就是那個reaction的caution 所以呢 這個data g就是non-standard的這個data g 在認的時候底下的這個data g 好 那所以呢 在認的時候底下的data g 我是不是也就相當於我認的時候的sale potential 成長它的電量成長它的mol數 所以是一樣的齁 所以是一樣的齁 這個筆快要沒有水 所以要盡量少寫一點字齁 所以這個 這樣子呢 我們是可以稍微把它 倒一下齁 所以我只要 把那個nf呢 因為它是常數嘛 也可以把它 兩邊都處理這個nf齁 所以我是不是任何時候的 狀態底下的這個sale potential 或等於它標準的這個sale potential 就剪掉呢 後面這一項 那這一項呢 就跟它的這個 各個這個離子的濃度有關 在容易裡面各個離子的濃度 因為q就跟這個離子濃度有關嘛 然後呢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這個nest equation 這個nest equation 所以這個就可以 算呢 在任何狀況底下這個sale potential 是多少 那這裡當然你可以把那個rf出於 那rt出於nf呢 要進一步去把它 在 因為我們通常在算這個電壓都會在 室溫底下齁 所以你就 在298k的時候呢 它一樣可以算成這樣 變成這個 0.0592 然後logQ 所以是一樣齁 所以 那n就是你這個電影轉移的這個數目齁 當然就是 1mol就是1嘛 那2mol就是2 所以這是這個 這個nest equation齁 所以呢這裡市場你也可以看到呢 這個容易裡面呢 這些離子濃度對 它的這個sale potential有一個影響 因為呢這個 在標準狀況底下當然都是1m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不是1m的時候呢 它是多少就是可以利用這個式子去算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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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 2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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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 1m 所以從這裡我們再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說當你這個 這個1跟10之間的關係呢 還有跟Q會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就是如果1呢 大於10的時候 1大於10的時候就說你這個時候呢 比標準的電位還大嘛 那意思就是說你這個Q呢 應該是小1 因為Q小1後面這項才會是 取LOG才會變負的嘛 那負負得正 所以這時候呢Q就會小1 所以呢意思就是說我的這個 因為其實這個氧化還原的 裡面牽涉到的離子很單純嘛 就是幾個洋離子 就剛剛那個心跟銅的話 它不是就牽涉到一個銅離子 一個心離子而已 所以他們的這個Q基本就是 因為你是 心是氧化嘛 變成心離子 然後銅離子還原變銅嘛 所以他們的這Q四張就是你的心離子 除以這個銅離子而已嘛 所以呢 Q小1呢 基本上就是你這個 等於說這個 product的濃度呢 小於這個反應物的濃度嘛 這個簡單講是這樣 那如果1呢 等於10 那這時候Q當然就是等於1 Q等於1的話 後面那一項就是0嘛 所以呢 這時候product呢 就等於這個R的濃度 那如果是1呢 小於10 這時候Q呢 就大於1了 所以呢 Q大於1呢 所以他這個 等於說他產物呢 這時候就比較多了 所以這個 1小於10呢 代表呢 這個sale還是有電壓 還是有電位差 還是有這個potential在 然後呢 如果是1等於0 1等於0呢 事實上就平衡了 就完全沒有這個potential 那這時候呢 這Q呢 事實上就是等於k啦 就是到達平衡了 那其實這個時候呢 通常這個 就是你的產物已經夠多了 就很多了 就類似我們這個電池呢 後來就達到平衡了 就沒有 就沒有辦法再運作了 我們說沒有電 所以這個 這個是1跟Q 它們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呢 Q小1的時候呢 就是說事實上 這時候產物呢 還比較少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電能是最強的 那這個 就像電池呢 一開始都很強 然後慢慢呢 越來就 越弱這樣子 然後等到這個 那個 電壓 就是電位差等於0的時候 就平衡了 事實上呢 我想我們那電池呢 是沒有完全到這個 1等於0 通常大概就是 到一定程度就不容易用 就像那個 同樣一個電池呢 你可能 你可能 那個 用那個 那種電動玩具的 它可能沒有電 因為它 可能耗的量比較大 那你把它那個 放到時鐘 它可能還可以再走上好一陣子 所以這個有時候 那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 終究它會等於0 只是說我們 丟掉電池裡面呢 我相信 大部分那個 1都還不是等於0 只是說可能很小 沒辦法作用 好 所以這是這個 呃 等於說我們 這個 電池呢 不是電池 這個 cell potential呢 跟這個 濃度的一個關係 所以從這裡呢 我們再來介紹一個 這個cell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電池呢 這些這個 電化學電池 基本上就是一個容易氧化 一個容易還原組合起來 那現在如果是同一個 同一個 氧離子 但是它只是不同的濃度 那它會不會有電壓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就所謂的 concentration的一個cell 這個 是中文叫做 市場要翻成這個 濃度差電池 因為它一定要有一個濃度 要有一個差 才會 才有辦法做 所以我們舉這個 銅這個例子 好 好吧 那用一下後面好了 希望剩下兩塊板子呢 夠用喔 我們可以用來 我們就想要去 我們會選擇 好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會選擇 更多的 我們會選擇 一千塊 兩塊板子 我們會選擇 所以你如果說現在是 就是拿這個銅當作一個例子 所以拿這個銅這個會 這個地方當然這個我們把它當成 它是寫成氧化這樣 那如果這一個是當作氧極 那這個呢當成氧極 那為什麼這麼寫呢 為什麼你會知道它是氧極的氧極 當然你可能 你可以當然可以接反 接反栗子讀到的是一個負 不過這邊因為 這邊的這個銅底子的濃度比較低嘛 這銅底子濃度比較高的 就像我們在反應的時候 你這個濃度高的往低的嘛 所以這樣寫也是比較合理 好那所以你這個總反應寫起來 當然是變這樣 就變成這個1m的變0.1m這樣子 就濃度不一樣嘛 好那這個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nust equation去算 所以這個sale的potential 當然就是標準的這個 sale這個potential 然後減掉這個 分分之0.0592嘛 然後這個logQ嘛 那Q呢當然就是 這個 比如說這個假設一個比較稀的好了 這是比較diluted的 然後這是 濃的 concentrated 一個 這個上面是0.1嘛 這1嘛 可以這樣算 那這n呢 當然這邊兩個電子轉移嘛 所以你的n就除以2 那sale 標準的sale potential是多少呢 是不是0 對 因為你這個標準1m變1m 當然就0嘛 所以這邊就是0嘛 所以他唯一的差別來源就是這個濃度 所以當然你兩邊都是1m的時候就會0 沒有問題 但是這邊是0.1m 底下是1m 這時候呢 這個log的 這個0.1呢 是變成-1 那-1呢 這邊就會 負負得證嘛 跟這個 這一項 所以這個 得出來呢 這會變成是 大概就是 0.059 就是0.0296V 所以呢 這種concension cell 當然那個濃度呢 呃 差所造成的這個 sale potential不是很大 但是還是有 那這個有什麼用途呢 他用途其實 還蠻 多的呢 而且 我們的那個像那個pH meter呢 他就是利用這樣一個方式去量的 就是說你 當然你看到 你如果去實驗室看到你在量這個pH值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電子插進去 他就告訴你他pH是多少 但是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他那裡有幾個那個選項 一個選pH你也可以選這個mode 就是 通常是miniVolt就是毫浮特 因為那市場就是電壓嘛 那只是說我們把它轉成那個pH這樣而已 所以 因為那你 所以你這個 標準電 你這個電子裡面就是一個標準的那個 就是應該不是說標準的 就是固定的一個 這個氫離子的濃度 那當你放到不同的溶液裡面呢 那不同的溶液裡面的氫離子濃度呢 跟他不一樣嘛 那這樣的一個 產生一個電位差呢 那就會 跟他的pH值有關 所以事實上是跟那個 所以呢這個 因為濃度差造成的這個電極呢 事實上呢就可以 濃度差造成的這個電位呢 就可以讓我們來量一些這個 離子的濃度 當然不只氫離子 還有可能看你要量什麼離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用最後這個黑板呢 再導一個就是 我們用這個 來看這個pH值呢 就是說你怎麼去量這個pH值呢 那其實呢這個就基本上就是 你有一個 Standard 還是Electro 有一個標準的這個 氫電極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標準氫電極是0嘛 所以呢這個 我們就這樣來簡單看一下喔 雖然假設上面這個呢就是你要量喔 這是一個 unknown的這個氫離子濃度 那當然就跟那個pH值有關喔 那底下來就是 就是你的標準電極喔 標準氫電極喔 這邊應該是燒起來兩個電極喔 然後呢這個 這是0嘛 我們剛剛講到SH這個 self potential是0 這標準電位是0 好那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我就可以把它 跟那個剛剛那邊一樣喔 這個 這個呢 這是氧化嘛 所以這是氧幾 這是陰幾嘛 所以就變成 所以他們的差別就是一個 你左邊是已知的 然後右邊是未知的這個氫離子濃度 那你就運用呢這個 這個Nurse的equation喔 這個Nurse的equation喔 然後因為它這邊是牽涉到兩個電子轉移 所以你的N是等於2喔 然後上面呢 因為右邊呢 藏物這一邊 它是一個 unknown的一個氫離子濃度嘛 然後這個底下是Standard Standard市場就1啦 所以之後呢就可以直接把它這個抵消掉 那這邊注意一下 因為它這個係數是2喔 所以你要 這個要給它平方喔 好 那這個 這樣進一步呢 是不是就變成 就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那這個2這邊呢 它就會消掉嘛 2那個把它提出來以後呢 它就會消掉 所以呢 然後呢 這個 這個potential是多少 是0嘛 如果是標準的 這個氫的話應該是0嘛 所以你最後就得到 負的 這個 0.0592嘛 那 再來呢 這個 負了0.0592 然後再乘上log的這個氫離子濃度 那負了log的氫離子濃度 就是就pH 所以我這邊 事實上這個負負就抵消掉 就變成pH就好了 所以就變成0.0592 再乘上pH 所以呢 這邊 你就可以知道呢 我去量那個sale的這個 電壓是多少 我就知道它pH應該是多少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對不對 所以呢 pH多少呢 你掉到這個電壓就應該會多少 那當然這個儀器裡面 它是先校正嘛 通常會先有一個校正的這個標準 就是說我用一個乙汁 我這個濃度呢 就是0.1m的這個氫離子濃度 然後去量它電壓多少 那當然 然後可以做那個校正曲線 那分器儀器裡面 基本上都是有這些 內建的一個校正的曲線 不過基本上就是它的原理呢 大概就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利用這個 不同的pH會產生不同的這個 這個電壓 那我們就可以來量這個 你一個未知的這個pH 容易裡面的這個pH是多少 好 所以這個 我們在黑板呢 大概就講到這邊 那不曉得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用投影片呢 把剛剛的再燒 再重新看過一次 讓你印象更深刻一點 那這個麻煩前面的同學 幫我把它推到旁邊去